大家好,我是城堡刺激家Kovin 今次就和大家来转水山这边 看看刚刚一个完成的单位 先和大家介绍一下 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入门口的大门口位置 我们地下选用了一个水磨石 就可以令到整个效果有一个圆关的效果 左边这边就会有一座位 让平时换一下用的 右边这边就是一个鞋柜 我们做了一些调子和梳气板 让鞋可以通气 另外左边这边就会有一个传博室 右边这只玻璃堂门 我们就选用了长红玻璃 或者叫做条纹玻璃 它有一只厨房堂门 我们选用了缓冲路柜 它大力一点推门的时候 都不会那么大声 可以试一试 这样就会懂得自己锁上去 除了玻璃堂门之外 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个同等高的全新镜 出门的时候就可以照一照 就整理一下用出去就方便些了 这里就是电视背 电视背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储物室 我们除了做了层板 这里也有足够位置 甚至给它放一些高升的电器 好像70G或者一些提升器 都可以放进去 我们现在身处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客厅 这边呢 除了电视轨之外 也是一个储物室 而它的入口 就会由大门那边用去 这个位置 除了有一个储物空间之外 我们上面做了层幕门 下面就做一个玻璃门 让它可以放回软件 或者游戏机 就不会挡到它的感染 在客厅中间这个位置 本来有一条长走廊 我们做了一只门 就可以收拾它下厅这个位置 就不用一直看进去 那么奇怪 另外我们选择了一只灰色 就可以全个墙身 都做一只特色墙 连同一只门 和熄柜 都是用同一只熄柜的 这个熄柜 除了灯塔之外 我们也选择了一只门 也选择了一只门 让它可以更方便一点 就不用抽手 突出出来 而它顶住了 现在身处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饭厅的位置 我们在饭厅这边 做了一个半身轨 可以做回轨桶和窗门 就给它放回常用的铆具 还有这个可以做回厨房间 或者零食柜 左边这边 我们除了用一些木条纸 做完状式之外 上面这个做一个白铁板 它可以入口 就可以写一些Memo 可以贴在这里 这个呢 就是一个烫窗 就是烫到厨房那边 他们煮完菜之后 就可以这边方便提送出来 来到厨房这边 这个呢 我们就预计它 一个大型的雪柜 所以这里的洞位 会留得特别大 还有这个呢 就会有洗碗机 另外就是洗衣机 上面这个呢 就会放回一个微波炉 上面这个储物柜 都比较大型的 可以放回一些 日常煮食用的用具 来到星盘这个位置 我们下面呢 做了两只大轨桶 上面这个呢 做回饰板 就可以遮住星盘下面的位置 这个门呢 就可以通到角位那边 它有些大型的波 就可以放进去 这边呢 就会放回烂含入式的焗炉 上面就是煮食炉 另外这个吊柜呢 我们都会尽量做高一点 让它用得多一点 和好用一点 吊柜下面呢 都会做凳带 让它可以煮饭的时候 就会光亮一点 那分头这个位置呢 就是一个压廁来的 那平时呢 就会主要放回 被两个女士使用 那我们除了有这个地柜 有吊颈柜之外 那我们 在奇缸里面呢 都加了一块石 就可以放回沐浴露 洗头水 那护主呢 都放回一个浴室堡 那就可以给她两个女士 用的时候 就不用怕冰了 那除了挂冬之外 护主都另外配了两个毛巾 夹给她两个女士 用的 那它们可以分别 各自用一个 就可以挂回自己的毛巾 和有上帝户衣物 那这一家呢 就是晒女房 那我们主要就用回粉色 跟着用一些白色 和纤络色去衬合 那明成的房子是光亮的 那我们除了有书桌之外 那旁边也有色柜 还有一个大衣櫃的 这一边呢 我们要做高身储物櫃的 那等它可以放回衣服 又或者放换具都可以 那上面这一个呢 就会用回三尺床的 那就预计它可以 以后再大一个座位都可以用 那这个楼梯位呢 那因为就怕小朋友 可能太大级上落 就不太方便了 所以我们会做多几级 那等它可以下来的时候 就舒服一点 那另外这些储物空间呢 我们都没有浪费的 全楼梯都可以用成储物的 那来到这个位置 这间就是大女房来的 那大女呢 就会比较喜欢收藏Figure 那所以我们整间房的 色调都会比较深色的 除了长身呢 我们会用蓝色做主调啦 我们柜都会用深灰色 用深木色去做多些对比 后面这一组呢 除了楼梯柜 有一些储物之外 这个也是一个大型的色柜 那做厚身一些 那它可以放一些大型的Figure 都没什么问题 另外这边呢 除了衣柜 我们这边书桌 又有储物柜 另外这边呢 就会有一个层架 可以给它放书 上面都会做平台板 给它放片下 可以放回去 然后做功课用 上面呢 我们也做回三尺床 都有足够空间 给它活动 来到主持这个位置 我们除了有钓柜 地柜 还有一个储物柜 我们会升起它 那下面呢 就会放回烏衣楼 另外我们也会做了一个石子凳 那它放烏衣楼的时候 就不用直接碰到地下 就会干净一点 那它又会选择一个电磁板 这一间呢 就没有浮室布的 那它就会用一间抽气线 那那个厕所就会干爽一点 入门口这个位置 右手边就会有一个衣柜的 那我们靠门口 这里呢 就会做了一个全高的存物柜 那除了有色盖之外 之外呢 中间留下一个空间 就可以放回一些日常用品 另外呢 这里就有三个柜桶 就可以放回一些 小件一点的衣物 让它方便提换 那这个衣柜位置 我们做了拖门的 拖开之后呢 下面就可以挂衣 上面呢 也有挂通 另外也会配合回桶码 给它 就可以选择两个方式 可以放衣物 那我们的主色呢 除了木色之外 那刚才我们都会用了一些 禁熟的元素 那我们就会配合一些禁熟 和一个毛纹 那这样的看法呢 就会不会那么强烈 这个压果 这里的一个空位 就是让它放回Pinter 那我们Pinter呢 做了拖门 就方便它日后换子 或者是换机的时候用 Pinter的电线呢 就会通过这个柜柜 那它可以就方便订开罐 另外这个呢 这个呢 做了一个小柜 就是给它放回A4字 或者是一些大印字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主人放在床 那我们呢 这个床除了有硬床之外 床尾这个位置呢 都会做回两个揭板 那它有多些储物空间的东西 那我们的床头这边呢 我们就会用了床头板 放LED 但是身后这个呢 就有一个储物柜 还有一个色柜 就可以放回书的 那我们都尽量用一些石纹 和一些金属的元素 就让它整个房子 感觉就会成熟一些了 那这次就和大家看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可以点个like share 和留言 最重要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喜欢我们这个作品的话呢 我们这个作品都会放回到下面的频道 有兴趣的话就和大家看到 那这次就和大家看到这里 那这次就和大家看到了 多谢了 拜拜